这个星期在华府 我们就如何保护台湾的选举 不受境外势力的操纵 我们就自动讯的安全怎么样确保 以及怎么样跟全世界 主张开放政府的伙伴们 结成联盟关系 这三个题目 做了非常多深入的讨论 在这个星期里面 我们最常听到一个字 就是frontline 这个反映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台湾的情况 真的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险峻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在华府这里 真的有非常多的朋友 所有这些朋友都告诉我们 这个不是只是台湾自己的事情 而是对于全球的战略 都有高度的相关 在行程开始之前 我也已经跟各位说 我们会面的层级 是符合大家的预期 但是经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会面的层级 绝对可以说是超乎预期 当然基于台美的默契 我们没有办法透露细节 但是超乎预期是确定的 台湾跟美国之间 不是只是互信的关系 更是互利的关系 外界也许看到的是外交上面的 以及军事上面的合作 但是尤其是在民主创新 跟资安防护的主题上面 不是只有台湾需要美国 美国也需要台湾 印度的泰戈尔文学奖 最近才颁给我们蔡总统 跟台湾的人民 这个告诉我们说 民主跟人权是人类最重要的成就 任何人都需要充分表达 自己意见的自由 所以国际社会需要支持 需要保护 需要热爱我们台湾的人民 同时毫不迟疑地承认 我们的国际地位 让我们愿意全球的繁荣跟永续 做出重要的贡献 最后这几天华富的朋友 一直在提醒我们 就是我们不要只从台湾海峡的角度 来了解台湾在世界上的位置 我们的视野至少应该要扩大到 印度洋跟太平洋的地区 为整个印太地区的人民 一起去创造全球的永续和繁荣 我也想和你建设 的 许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